Hello 各位南方日报 南方家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魏哲明 我自己在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 以及去看了我们的国漫之后 也会有同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 哎 这不就是可能齐天大圣的那种感觉吗 又有定海一棒这种武器 同时又能够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好像有一些对于自己实力也好 或者是能够成为一个迷昧的偶像 这种认知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偏差 对对对 我会是这种类型的 因为我觉得你还挺不好意思的 突然有一个人面对面的跟你说 哎 我的偶像很好 你作为我的偶像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有点 就是我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谦虚 哇 这是一个好问题 虽然演了这么几个霸总的角色 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握到霸总的精髓 就包括前段时间我也在说 就是大家都觉得可能霸总的题材或者教授的题材 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舒适区 但是我并不觉得那很舒适 因为我私底下的性格可能完全不是那样的 大家喜欢邱庆之 我也有点意外 因为当时我去去演邱庆之这个角色的时候 可能大家也并不会觉得 啊 魏哲铭能演这个类型呢 嗯 我觉得山东逆子这个也不敢当 可能最初我去遵从家人 遵从父母的一些想法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在他们心中我是一个好孩子的形象 我去顺着他们的想法和路线去走过 后来我发现我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或者说我想要去挑战自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有可能做出的更多可能性的时候 嗯 才会有了当下的我 所以我不会后悔之前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和决定 因为每一条路都是一种可能 大家在发生的挑战历这样一个选择� common theme 开门 可以